現在先給大家看你的舌頭 好嗎 好 大家好 我是陳姊拉Banny 今天要看肉包之前脫了腳底的論片 今天是給大家看看傷口的伏面 算回到好像已經是一個月前的事 你康復了沒有 給大家看看你的腳底 他的腳底就是這樣 整體來說已經開始生出新鱗片 都比之前好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復原能力挺快 我發現他損了之後 我每天都會幫他洗一下 幫他塗些藥膏 然後他的傷口開始結了 開始有生肉生出來之後 我就沒有再幫他洗那個傷口 就讓他自己生出來 然後有時候會看到他們這些位置 有時候我會看到他們手臂這些位置會損了 其實這些位置損了是他們的甲殼這些邊 因為他們的甲殼裙邊其實真的很利 他們會自己介損自己的 有時候我看到他損了會跟他塗些藥膏 如果他們這些甲殼裙邊 你看到他們這些位置經常都損的話 其實可以適當地跟他磨一磨 但我沒有跟他們磨那個甲殼裙邊 我覺得好像破壞了他們本身 我磨他們的甲殼裙邊 經常怕他們會痛 所以我沒有跟他們磨那個甲殼裙邊的習慣 但我看到他們損了 好像剛剛損了 損了我都會幫他們洗傷口 然後就是順便給大家看看他的嘴裡 看看他的舌頭 因為之前也有跟大家講解過 他們的健康狀況 其實看他的舌頭也可以看得到少許 不是單純只是看他們的便便狀態 其實他的舌頭是健康的狀態 其實他的舌頭是健康的狀態 其實他的舌頭如果是粉紅粉紅的話 就表示他們都是健康的狀態 現在你先把舌頭抹大給大家看 他的舌頭好嗎 好嗎 好 好像有沒有看到粉紅粉紅呢 就表示他們的狀態是OK的 如果他的舌頭是比較淺色 有一點點白 就要注意一下維他命或鈣 吸收不夠 但其實他們的陸龜曬太陽也很重要 所以大家也要替他們曬太陽 你替他們替他們曬太陽 你好 哈哈哈哈 好了 今天多謝你的出鏡 好了 今天多謝你的出鏡 好了 今天主要是分享一下他的腳底的傷口 還有好復原程度 另外看看他的嘴裡的顏色 大概就是想說這兩個情況 好了 今天辛苦你的出鏡了 好了 先跟大家說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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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